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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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一时间寄宿家庭妈妈竟然急着藏枪 更怪的是她都现在都没有现身 甚至必不见面 种种事证让滨州己方一口咬定 孙安佐极有可能带来大灾难 如今连FBI也将介入调查 看来当初一句玩笑话 如今越演越烈 短期之内恐怕很难落幕 好 这样的短时间很难落幕吗 来 先告诉我们 警方的搜证影片当中 从外电里头到底搜到了什么 其实之前我们讨论过 今天孙安佐如果单纯只是 收购少量的弹药做收藏 然后是个人爱好的话 这个事情不会闹太大 但就像我们之前稍稍在讨论 如果被描述为囤机军火 那恐怕就要命了 你今天看到的 它包含了AR-15 AK-47 包含了雷明顿系列的散弹枪 9厘米的子弹 总共有1608发 这个你很难用个人嗜好 或者是兴趣收藏来解释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有一个实际可以射击的 9厘米手枪 我直接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个9厘米手枪 这是我们拿来的范例跟模型 一般来说9厘米手枪 以孙安佐的身份 在美国是不能购买的 因为你是外国人 而且你没有枪阵 可是孙安佐的做法 等于是当地非常多 有非法念头人 会做的做法是 上网包含了这个枪柄 枪机或者是弹夹 或者是下枪夹 它分开来购买 它分开来购买的状况之下 每一个都是二手货 那你买的枪套二手货 你买的弹夹二手货 你买的枪击二手货 然后他自己把它拼装成 一个9厘米手枪 这个问题是在于 对美国警方来讲 这样子的拼装 它的犯罪嫌疑非常重 因为你注意到 它的新闻稿里面 特别提到 Non-traceable 也就是这样子组成的 这个枪支 它的这个 所谓的弹药特性 你很难确认 因为它是有几把 不同的手枪组织起来的 它的GSR 也就是它的弹药残留 都不是一个正常标准出场 你可以照着弹线 去追枪支序号 去追购买人 去追枪阵 但如果你是用 五个不同的零件 组合在一起 就算你有弹线的特征 你不知道是不是这把枪 然后你有枪支序号 你也因为它的弹线 跟枪支序号不能够连结 所以不能追周 Non-traceable 在武器来讲 对美国警方 如果你今天手上有一把 不可尊重的手枪 你的犯罪嫌疑是很高的 所以接下来再继续看 它现在产生的一个问题是 刚好这个孙安佐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满18岁 他也不是青少年犯罪 他一定百分之百 要照目前成年人罪名 来判罪或是起诉了 他所拿到1608发子弹里面 425发是所谓的7.62公里的 也就是AK-47所用的标准子弹 它的穿透性是高于5.56北约弹 也就是美军其实这一阵在讨论 我用的都是5.56的子弹 我的穿透性 对一般的中国制的廉价 防弹背心跟防贷盾盘来讲 穿透力不够 所以他希望能够用7.62公里的 这个光是这个部分 孙安佐有425发 北约标准的AR-15 AR-15的子弹 5.56公里了 它有295发 也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用的是 加长型的弹夹 加长型弹夹可以装到100发的时候 两个加长型弹夹都装得满 还有第三个可以装95发 这个个人收藏几率很低 225发的12G 也就是12号口径的散弹枪 散弹枪是近距离杀伤力最强的工具 还记得之前我国的维安特勤队 有一个海报广告讲说 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发散弹枪不能解决的 如果一发不行就来两发 通常拿来破门近距离镇压 跟甚至有些人讲说 我如果能够靠近熊到这么近的距离 我两发散弹枪可以制服它 所以你知道这是高伤杀伤力的近距离 杀伤近武器 而且更要命的就是我们刚刚讲 90米的手枪你竟然是自己组装 那它的子弹有663发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这个Upper Derby这位切伍警长 他是在第二世纪的会里面 才公告周知说 我们在拿到了搜索票之后 发现一个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第一个搜索票包含了 当事人所使用过的电脑 跟他的个人社群账户的搜索 他这次在讲得更清楚 第一个学校给他的iPad 上网至少20次都在找如何购买AK47 如何购买AR15 而且当事者也就是技术家庭的 我们叫他哄妈 竟然在接获学校通知说 对不起 孙安佐被逮捕了 他第一时间的反应是 赶快冲进孙安佐的房间里面 把这些弹药收收收收 连那把枪收走之后 交给友人 我们必须要讲 这个听起来很荒谬 就是任何有常识的人 第一个 如果说他的哄妈本身是律师的话 你会知道律师涉及灭证 有可能被disbar 你的律师知道有可能被撤销 律师牵扯到犯罪事件里面 还帮他灭证 很不可思议 第二个 如果你是一个清白的 单纯就是技术家庭的负责人 那你就把房屋保持原样就好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Albert Darby这位Chillwood警长 他讲说 他工作这么多年以来 54年 他说没有看过任何一个18岁年前 拥有如此庞大火力的军火库 他没有办法理解 他接下来的工作 两个东西 第一个 因为这样子的行为跟武器储存的规模 已经达到有恐攻的可能 他目前在讨论的是 地方检察官也是DA 到底要不要用所谓的 宾州州法里面 2706条恐怖攻击威胁来起诉他 恐怖攻击威胁是可以起诉 所谓的未有犯行 口头告知 意图造成 不管是公共设施疏散 或者是造成民众的恐慌 这个也罚 就算你没有实际上开枪射击 他也罚所谓的未遂犯 这可能姚老师跟叶老师在这部分会更深入的解释 但这件事情直接看下来 为什么今天有非常多的报道是FBI也有可能借误 因为AR15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把 其实是M4卡冰 它其实是AR15的后续众多的产品之一 它的好处是因为它几乎都用铝合金 所以第一个重量轻 第二个因为AR15的大量的套件包含了瞄准锯 包含了灭音器等等 都几乎全部通用 所以你在美国AR15变成民间非常热爱的一把杀人武器 尤其重要的是它的杀伤力 虽然用的是5.56公里的北约弹 但问题是因为收藏容易重量轻 而且我们这边上一个军火长室 7.62公里的确穿透力强 可是问题是它没有办法长时间射击 7.62公里的口径比较大 它的后座力比较强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一般的受训的士兵 如果长时间扫射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 这个满载的这个弹夹100发 或是稍短一点的35到50发 你整个弹夹射完 你肩膀大概不行就废掉 可是5.56公里是所谓的一个 中杀上力的子弹的时候 AR15可以很轻易的让你射完100发 而且不会有无法作战的状况 所以对美军来讲 或者说现在美国的民间 AR15简单来说是M16跟M4的民用型 而且为什么这些疯狂杀手很爱 就是我刚讲 轻易射完100发弹夹之后 我的肩膀 或是我的后座力的抵抗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可以照常作战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过去好几次的滥射事件 没错 包含了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Las Vegas的 这个乐团演唱会的滥射 它包含的就是携带AR15跟数千发的子弹 跟一个自动回火装置 也就是AR15可以改装到由半自动 Semi-automatic变成全自动 automatic可以一路把一个弹夹射到完 那在这个状况下 你看到的当时街上逃脱的行人 它是从37楼高 用大概30度到45度的角度射下来 那个实际射距可以到400到500公尺 但是它的穿透伤照样很严重的时候 你就知道 包含了之前的佛州校园枪击案 用的也是AR15 这几年几乎所有重大伤亡的校园枪击案 全是AR15 用的都是5.56公里的北约弹的时候 你就知道美国任何 包含警方国土安全部跟FBI 看到这个事情 或是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格外紧张 因为防围杜鉴 如果今天你看到的是过去几个案件里面 共通的一个杀人武器的话 你就会提防说 那是不是这个人却有犯意 我们最后稍稍补充一下 因为很特别的是 我们刚刚讲的是 孙安佐所住的这个地方 在上达比社区 其实当地人或是包含的警长 他讲了 这是一个贫民窟 这是一个并不是那么好的社区 你看到外表很老旧 然后整个附近的地方 他甚至警长有讲说 附近常常发生抢案 而且是Africa America 是非裔美裔 也就是我们讲直接一点黑人 邻居大多是中低收入户 孙 这个我们这样讲 孙鹏跟迪英可能要考虑一下 你们是不是找错 那所谓的游学代办 因为以他们家的这个收入来讲 不会搞到一个这个地方去 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这样讲 一千名居民里面 会发生25.54次罪案 这个在整个全美的排名 如果从犯罪几率低 排到犯罪几率高的话 他排大概76% 那可以算是一个 孙鹏跟迪英把孩子送到这个地方 去烘费 你觉得连匪夷所思 这其实是一个不太明白的事情 不知道是他们找错人 还是他们被当地人骗了 所以在那个地方 整个社区的乌龄 又久 1940年是一个老旧 高犯罪地的地方的时候 这整个状况是很奇怪的地方 因为他们上了学校 以一年15000美金学费 又是当社区最贵的 所以产生了台湾这边很多人 我们不是假设他是罪犯 而是孙鹏跟迪英 是不是在游学代办方面 做了错误的选择 导致他的儿子 进到一个很怪异的社区 然后是不是在学校受到霸凌 这我们不知道 但最后补充一下 这一个警长描述这个区域 叫Shit Hole 那你也知道 这是一个 我们没办法直译 就说他是一个鸟地方 而且这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家庭 更重要我们最后还是补充 这个轰妈叫Hilbert 他是一个黑人 也就是美籍的黑人 而且是个律师 那他怎么会 第一时间的反应是 糟糕 我的住宿生 有人被警方逮捕之后 我赶快把他房间的东西 都收走 请注意 他的收走不是说 原来在那个袋子里面 因为他还有几十发的 九厘米 没有收走 表示他是把这些子弹在外面 他看得见的收得到的 通通敲敲敲 敲这个袋子里面 还交给别人 这像是一个犯罪者的行为 这不像是一个律师的行为的时候 这整件事情到目前看起来 虽然左可能遇到很大的危机 而整个包含了他的技术家庭的环境 跟这个所谓的轰妈 可能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OK 到底发生什么的问题 尤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技术家庭 在事情发生之后 又呈现这样的反应 我相信如果他上网去购买 量这么大的子弹 技术家庭 你说这个轰妈会不知道吗 所以你没有办法及时去传达给孙普或是敌英吗 我看这个VCR 那越南老师继续帮我做补充 为什么看这个VCR呢 因为刚刚特别提到 它拥有的子弹非常多是AR-15 那AR-15刚刚学友特别提到 军用的M16步枪的民间版 其实最近在美国大规模的枪击案当中 都发现他们的模仿效应吗 因为今年2月份 事实上在一个多月之前 美国的佛州的校园的枪击案件 凶手所持的就是AR-15步枪 扫射6分钟20秒 造成17死15伤 6分钟就是拿AR步枪进行扫射 另外呢 去年在10月份的时候 刚学友特别提到 同样也是AR-15 这是Las Vegas当时音乐会的58死亡 德州教堂的26死等等 其实通通都是来自于AR的步枪 有人说它是死神的礼物 美国枪手为什么都用AR-15突击步枪 而我们看到孙安佐拥有AR-295发 为什么这么多发呢 他到底想做什么 来看这个VCR 叶老师 包叶老师去帮我们做分析 登手上台演唱音乐节即将进入尾声 但此时此刻也是台下群众恶梦的开端 晚上10点08分 警方接获第一通报案 得知音乐节现场发生枪击 接获第一通报案电话约半个小时之后 根据民众提供线索 警方从酒店的3000多个房间里掌握嫌犯所在地 开始全力搜查 晚间11点20分特种部队赶到枪手防门外 后门后还没进行攻击 就发现刑犯侠带强大火力在房间内 一旦自尽 地狱般的72分钟 酿成美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 刺耳间照声枪声混杂 特种部队特枪实弹 学生战斗着高举双手 美国佛州道格拉斯中学发生枪击 警方第一时间紧急疏散在校失身 经历生死交关 不少人见到家人这一刻 痛苦失身 19岁枪手克鲁兹 趴在草地上被警方带一个阵着 将他反手上号 克鲁兹被捕时 表情一派轻松 很难想象他刚刚才开枪 扫射同窗 嫌犯是问题学生 同侪间早就相传 他拥有多把枪线 犯案时使用A-25半自动来扶枪 他还带了多枚弹夹 摆明准备好一场血腥残杀 2018年才刚开始 枪击案连环发生 一幕幕心惊胆战的画面 让校园安全 枪支管制问题 再度抵上海面 来回到叶老师身上 现在看起来事情的发展 比我们昨天的分析 好像严重好多倍呢 叶老师 严重很多 为什么说严重很多 其实今天我们看 阿比的这个警察局长 他提出来 他摆出来就证据在那个地方 其实1600发子弹里面 其实在美国买子弹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困难 我们在美国读过书的都知道 比如说像WOMA KM 我记得以前 曾经有过一个纪录片 就拍911的叫MORE 他特别去 Columbia的那个烂射事件 对 柯伦拜高校 就是校园枪击案 他也拍过911 但是他那个柯伦拜校园枪击案 他去探讨的时候 他就讲说就是因为这个子弹 太容易取得了 还带着这个摄影机 就直接到那附近的KMAR去 就去问那个经理 你为什么让那个小孩子 都可以买得到 本来就是像刚刚学恒讲的 目前美国绝大多数都是有少数的少部分的枪支 就是他至少您在买的人的身份上面 他还会有一些检查 那这当然跟1993年的Brady法案 就是跟着这个雷根一起议次的那个新闻秘书的法案 所以这个Brady的法案那里面就开始就认为说你买枪 你说对于买枪的人的身份要做一些查核 可是当这个商店 比如说像KMAR 就像我们这边的全联也好 或者是什么顶好 随便都可以买到 这开玩笑了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在谈柯伦拜校园枪击案的时候 就特别提了说 至少你要上诉 所以买枪弹是 他有钱就可以买得到 我不觉得奇怪 但是因为孙安佐被查出来里面 他有600多发是9厘米的 那他也有一把 已经是自己拼凑完成 所以一样 这个玄恒刚刚解释了非常清楚 他这个就是可以 他们可以在网络上游购 游购这些parts 这些零件 然后自己组装 其实在美国这种讯息是很多的 我在二十几年前 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 因为我在电脑中心工作 那时候我是少数 很早就在网络上 这个可以跟人家交谈的 他们知道我当过警察 哇 还送一大堆叫cookbook 那个叫做食谱 什么食谱 是做炸弹的食谱 就是就告诉你 就在你附近的杂货店 什么肥料店里面 全部随便找都可以找得到 事后的确在几年之后 在1995年的奥克拉河马爆炸案 那个联邦大的爆炸案 一直死了一百多个 快两百人的 那个大爆炸案 就是用肥料去做的 土制的爆裂物 所以当现在网络上 已经有这么多的讯息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真的教育是很重要 法律 因为在美国 那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那刚刚学生在谈到 说那个哄妈 当然 这个学校是个好的学校 我们很多的父母亲 因为我猜 因为像维格拉 或我们国内有几个私立中学 像维格也好 或康乔也好 学校可能 他们自己在台湾的学校 也会告诉你说 那边的学校哪个是不错的 会做一些连结 但是这个游学代办中心 他们所去寻找的 这些叫做home state host family 就是大部分 因为他要去赚这些 他有可能是 也有一些合作的计划 他去赚这些allowance 就是这个政府给他的 补助也好 或者是这边交的钱给他 基本上他们都属于中低收入的 所以会做到这样子一个 他所谓 这种鸟不辣 什么鸟地方 什么鸟地方 鬼地方去 这个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这个home ma 就很奇怪 是他自己既然可以 这么警觉到学校通知说 出事了 他赶快做这些 这些收拾现场的动作 那他更应该要有足够的敏感度 因为我们昨天也在 是 足够的敏感度 包括这一对夫妻 现在怎么面对这个案件 休息片刻 马上回到我们现场 来 观众朋友 像是一个弹药库一样 孙安佐呢 425发 AK47 包括295发 A2 E5 还有663发呢 这是663颗 有9米的子弹 你可以看得出来 到底为什么 不只是1608番的弹药而已 现在孙安佐还被发现 有一把9米手枪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我们看事情发生到现在 匪夷所思 迪英跟孙鹏 为了救儿子 给付美国 其实煎熬了好几天之后 总算是见到了宝贝儿子 但是看到孙安佐 身穿球衣 迪英当然内崩 而且呢 几乎情绪溃体 一旁的先生孙鹏 也流下了眼泪 因为有鉴于 李昌宇曾经说 必须要找 经验老道的律师 孙安佐的律师 现在紧急换人 迪英委托 宾州前检察官 来担任律师 为儿子进行辩护 来看美国最新画面 在美国时间 4月2号 星期一的早上 大约11点 也就是台北时间 星期一晚上的11点呢 孙鹏和迪英的车子呢 跟在律师的陪同之下 是已经开进监狱里面 要来探视孙安佐 黑色吉普车 停在德拉瓦郡监狱前 车上坐的 就是迪英和孙鹏 父亲两原定 要到5号公定探监日 才能见儿子 不过在住纽约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协助下 终于能提早探视孙安佐 这位找来新律师 劳伯凯勒一起帮忙 有点哭 妈妈非常感动 看到她的孙鹏 穿上厕所装的衣服 像你能想象 是挺不舒服的 她爱她的孙鹏 当然 在厕所装的衣服 非常感动 所以她很关注她的年轻人 律师说 探访过程很温馨 迪英和孙鹏都激动落泪 而孙安佐也非常感谢父母 为了她放下手边工作 就是要让孙安佐 能得到良好安居 老伯凯勒专精青少年犯罪 还是宾州德拉瓦郡前检察官 他说目前将在11号举行厅审会 会以宾州地方案件 而非联邦案件处理 也发表声明 表示孙安佐1月才刚满18岁 之前没有犯罪记录 也没有任何反社会倾向 目前调查也没有显示 她意图发动恐攻或其他罪行 希望大众保持开放态度 她也会尽量安排孙鹏夫妻再度探视 在开庭前 让他们尽可能多看看儿子 只是冰中几方 周一找到孙安佐的枪汗 超过1600发子弹 似乎也让接下来的法律攻防增填变数 好 继续回到叶宇兰老师 因为她在台湾 私立为格中小学 从小学中学一直到 康桥的国际学校 高一高二之后 很显然有人说她是交换学生 那进入了美国宾州 这一所天主教的高中 现在极有可能真的念不下去了 那从她现在寄宿家庭 是来自于这个上达比社区 我们看到 这所拍摄到这个平房的画面 从外观看不出来 她的特殊的地方 可是呢 这个地方房子看起来 普普不像是个高级社区之外 犯罪率刚刚学逢讲 学逢讲非常非常高 这样的一个寄宿家庭的一个处理方式 我觉得匪夷所思 来 叶老师你看到了什么 他不太不可能 自己的寄宿的孩子在这里 网路大量购买这么多枪弹 大量的一个军火库 堆积在自己的地方 他毫无警觉 他会不知道吗 他绝对会知道 因为这个包裹寄到的地方 就他们家 所以这个鸿妈一定会知道的 更何况这个孩子 他在这段时间 如果他跟他的交情 真的是这么好的话 照理讲 他们可能应该也会谈到 比如说就在不久前 才我们看到全美 通通都是为了校园枪击案 纷纷走上街头 所以应该要有这样的敏感度 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 他事后所做的那些灭证的工作 这种妨碍司法的 对于他们这种律师 就巴尔斯业选来讲 他一定会被吊销执照的 那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如果是一个律师 是必须要仰仗 要接待这些交换学生 所以这个技术江廷 这个鸿妈 是知道他拥有这么大的军火库 永远有这么大的弹药 对不对 是 所以那我们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问题呢 其实会不会提升到国安层级 会不会变成一个恐怖攻击 还没有尚未付诸实行的 但是他的确他是有能力的 那阿巴达比的警察局长 事实上在第一次的记者会 他就已经说明了 因为孙安佐在当地居留的身份 他是拿F1签证去的 所以当他被学校退学之后 他就立刻通知了 通知了 他讲到的是这个单位 ICE 就是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 国土安全部是2003年成立的 那也是因应911之后 他们整合了一个很大的 这个全美大概是最 第三大的一个联邦的组织 它里面的一个执法部门 但是这个执法部门呢 ICE就是移民海关执法局 他们大概有7000多个概员吧 但是他们所做的有很多当然就是对于移民犯罪 还有在网路上的一些犯罪 他们是他们的强项 但是现在如果说已经有这么多的枪弹弹药 但FBI有可能 法务部的 这个就是司法部的FBI 另外还有一个单位叫做ATF 就是美国枪支炮弹 还有叫烟酒管制局的 他们都是这方面的强项 就是要去寻找这些暴猎物 那我个人认为把它定位成为恐攻 恐怕还需要有其他的这个情报的佐证 情资的佐证 不太不太容易会这样子 我觉得警方接下来会怎么查 应该怎么查 警方因为美国的警察 其实美国大概有一千 一万七千多个 这个大大小小不同的警察局 都各自独立的 他这个阿巴达比虽然是个小地方 他的警察局长 他叫Superintendant 名字弄得很大 不是叫Chief而已 他叫Superintendant 就是警察总监这种味道 他说不定他们那个地方 我不知道 说不定只有20个或30个人 有没有这样能量 如果这个案子继续扩大 他们可能会寻求联邦来协助 这是有可能 但是他这个基本上 他今天已经讲了 这个是州罚里面 就有这个条文 2703 2706 2706 就已经可以去制的话 基本上这就是 算是他们地方事务了 local的一个警察事务 但是如果要牵涉到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因为他的身份的问题 他现在因为已经是一个 无证的移民 无证的外国人 所以联邦其实已经进入了 我甚至于在怀疑 他逐渐的 他可能会被放到移民监狱去 因为他们的移民法庭 跟一般的司法 就不太一样 放到移民监狱的话 会怎么去发展 这个案子的话 移民监狱的话 从一个开玩笑到恐吓 现在又有足够的能力 发动这样的恐怖攻击 也就是说 这个移民监狱 跟这个司法的监狱 跟州监狱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处理有关于刑法 犯罪的 犯罪的这部分 会放在那个地方 放在那个地方的话 但是他如果到最后 我们因为过去这几天 有可能讲说 真的他找到一个 很厉害很厉害的律师来的话 大家也都承认他 才刚刚满18岁 而且台湾人的18岁 或许跟美国那种 完全独立的18岁 又不完全一样 说不定 那特别给他那个 那可能这部分就给他 不起诉或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然后他就是 因为他的身份的问题 他就是一定是在移民监狱 所以这移民监狱呢 当然他可以坐在那个地方 等候就是驱逐出境了 因为他这里面就是 他已经不具有这个身份 就驱逐出境 所以这是不同的体系的 但是移民监狱 也说不定 我们看到这个孙鹏跟 丁颖已经到那个地方 因为那个是一个 属于行政监狱的话 他其实还可以 他的律师 我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找青少年犯罪 这个专长的律师 因为他这里面 其实还有 还有很多 不同的妹妹格格 包括他的身份 各方面的问题 如果是移民律师的话 可能也会告诉他说 因为这样子 那个监狱里面的待遇 真的是不太好 因为监狱的预算 那边是很差 因为都是关外国人的 都是准备要走的 所以必要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要求 就请他们的 在当地找一个美国人 愿意去拒保 然后折付 就是等于像限制住居 这样子也是可以 但是这些当然都是 他的律师 必须要提供给他的 一些专业的意见 是 来 杨老师 是不是一个急转直下的关键 发现这么多的弹药 来 杨老师怎么看 这也可以说是一个 未来影响到判决的 一个关键性的证据 就好像台湾你刀买得到 可是如果你不是农家 你也不是什么养猪户 是要用屠刀的 你家里买了一两百把的 大刀 小刀 一定会有人问你 为什么吗 子弹摆那么多 它一定会产生新的动机 所以美国的警方 为什么会第一时间说 我们即使遏阻了一场大灾难 它这很明显地就往朝向 大灾难预备 预备造成大灾难的犯罪方向 去侦採 今天不已经脱离了 恐吓恐攻罪了 它是直接是恐攻罪 预备恐攻罪 是 它不是口出恐吓 我要把你们全家 是恐吓 我要把学校里面 把你们打死 它已经是预备恐攻 因为它已经什么 证据着手准备了大量武器 枪支跟弹药 那些弹药已经足够证明 有恐攻的可能 造成有数十人上百人 死亡的弹药 一般的人 所以他就讲说 一般人不会存放这么多弹药 他说你如果几把枪 每个人为了要如何 可能上百只弹药 或者每一把枪 就为了练习打靶 或者怎么样 是 说打一次靶 就算要一百发两百发 好了 你搞一千六百发 你可以一次一次的补给吧 是 所以如果是合法 要是合法购买 这个军事迷 会购买这么庞大的 对啊 这个将来 在法院上就是要 说明白你为什么 要购买这么多 所以 所以现在 你要晓得 现在国土安全部 介入调查 他已经升高到联邦犯罪 如果不是联邦重罪 国土安全部根本不会介入 国土安全部介入 而且他说两个重点 第一个要查 是否有其他共犯 你看看这个问题 复杂到什么地步 换句话说 他认为你可能 还有计划进行 跟其他人合谋的恐怖攻击 这个已经升高到 我们现在一般人 所想象的 这个美国中东地区 在有一些特别的炸弹客 或者用汽车撞击别人 或者用机枪扫荡别人 这样子的那个恐怖攻击 所以他已经在开始在思考 究竟为什么孙安佐会有这种倾向 也就是你这些大量的枪支 跟所谓的这个你口里去恐 跟同学说明白 那天不要上学 你背后所藏的 是不是就是你已经预备要做 这样子的恐怖攻击 两件两个对孙安佐非常不利的 第一个叫时机 现在的美国是什么时间 现在的美国是所谓我们的叫做反恐的巅峰 反校园枪击的顶峰 风声鹤唳的时候你拿出来炫耀 剖这种现在镜头上的这种 这种镜这种影片 火枪式的这种影片 这是完全会引起反感 而且会对法官量刑 会有很深远影响的 因为现在是料敌从宽 现在的所谓的动的时机 就是说现在这种状况 大家宁愿料敌从宽 以免校园安全受到威胁 他并不是要说我的证据 要一个一环扣一环 我才能定你罪 这种预备恐攻 按照客观人的实力物 人是实力物全部都已经具备了 那你怎么来辩解来脱罪呢 第二个罩门时机不对 第二个罩门居然说谎 藏枪藏弹 这个在法院上来讲 不要讲在国外的法院 在台湾的法院 如果一个犯罪 犯罪完你第一时间的供述 你就然后你跟你现在 在你的家哄哄哄妈 自己长枪的行为中间 有一段所谓的 自由意志陈述的说谎 那那个在法官的 将来的审判上量刑上面 恐怕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因为他就要问你 你到底要要掩藏什么 对 我想 那姚老师讲这个点是很重要 我们昨天虽然在谈说 其实这个孩子可以行使 尖默权 尖默权是他的人权 但是不可以说谎 你可以不讲 但是不可以说谎 但是来 因为我知道石秋大哥 其实有亲戚的孩子 最近在美国就学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 这样一个家庭 这样一个孩子 可是我先问一下 雪恒 你知道以学过特战的人 甚至没有学过特战的人 看到这样的一个配备 这样的一个枪弹 都觉得匪夷所思 所以我让你看 警方所搜索的相关的画面当中 来看出警方 接下来应该要查什么 应该要办什么 我觉得先坦白讲 第一个 这已经超越了 Recreational ammunition 就是这不是娱乐性质 你譬如说打猎 或是我爱打靶的收集规模 因为第一个 你没有合法拥有枪支 你收集这么多的弹药 实在没有正当理由 第二个 我在这边呼吁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孙鹏 或迪英的亲戚 最好跟他们讲 他们在第一时间所讲的 为了省钱 从俄罗斯网站 购买弹药之后 带进美国 给儿子打靶用 这个你们最好 跟当地的律师 好好地consult 也就是好好地开一个会 迪英跟孙鹏说 是他们自己 他们最早的时候 是这样讲的 是爸妈买的 然后帮他从俄罗斯网站 把这个子弹运进美国 这绝对是违法 美国海关是不容许你的 可使用的真正的弹药 进海关 出海关 没抓到不代表你没违法 我建议他们赶快 跟他们所骗钱的律师 确认这个公词 会不会被定罪 或是被起诉 否则一旦当地的DA 也就是地区检察官 起诉你儿子 而询问到弹药是哪里来 你被传唤作证的话 你当时所讲的话 跟你事后所讲的话 如果对不起来 伪证罪 你搞不好连你 孙鹏跟敌英 也回不来 甚至还会被 求储夹带弹药 非法运送武器的相关罪行 这是第一个 那他所说的 俄罗斯网站买了多少 1600万发 通都是吗 讲的其实不清楚 不清楚 这到底是他 这全部都是吗 还有说台湾 组装带过去 对 你觉得有可能 带了起把重要的枪 孙鹏跟敌英 对外这样讲 说他们在台湾组装带过去 而且是 标准的提油救火 是 那这个我们应该这样讲 这如果是台湾的法官 也许混过去 但美国法官在这种状况下 第一个 孙鹏跟敌英 本身可能有司法危机 第二个 这个孙鹏佐 今年1月 2018年1月才满18岁 请注意 那从他抵达美国 2017年到8月 12月之间 他是一个未满18岁的minor 也就是青少年 结果他用他父母的卡片 刷卡购买弹药 这个在美国当地是否合法 我也建议他最好 询问他的律师 否则会不会有未善尽 成年人 也就是亲子监督之责 因为我们讲直接一点 你儿子买了1600多发子弹 用的是附卡 用的是你名下的信用卡的卡片 你会看到那一个刷卡清单上面 有购买1800发子弹 而你不加管教 容许他这样做 你会不会有连带的责任 我觉得如果今天的这个状况 一路推演下去的话 连孙鹏跟迪英本身 你都必须要小心 会不会你们也因为你之前的脱罪支持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讲 天下父母心 这个父母是不是在面对子女 这个有犯罪嫌疑的时候 你会说真话 这我们可以同情 可是你不要把你自己 两个人都陪进去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请他们务必要跟当地的律师 讨论过所有的公词 请别忘记有一件事情是 你的儿子很有可能被起诉 起诉之后 不管是检方或者是辩方自己 也就是他们请的这个辩方律师 都有可能要传父母两人出庭 因为子弹来源 刚才他们自己讲的是 父母代购的时候 你的供词是不是能够让你在美国脱身 这本身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美国司法单位有特别针对移民 甚至学生签证锁定调查吗 有没有 应该这样讲 美国 第一个 美国当地民众如果有类似的恐攻威胁 都已经不被特别 我们说网开一面 或者说你是青少年 第一次犯罪 我家小朋友都学坏 他只是开玩笑 没有不接受 第二个 你就在今年 有一个案例 是一个中国留学生 他事先非法拥有一把猎枪 当时没有被真正以罪名起诉 然后他又买了一个 点308的狙击枪 跟加大瞄准镜 然后他染了头发 光这样子驱逐出境 因为你的行为明显改变 你的后续并没有因为 你之前非法拥枪 而做更多的收敛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合法怀疑 我这样讲 刚才叶老师所讲的ICE 是美国最恐怖的移民执法团队 剑神杀神 剑魔杀魔 他们会躲在法院门口 你是非法移民 对不对 你出庭作证说 我其实马上已经要申请政治庇护了 门口就抓走 而且没有任何逃避的空间 ICE这一阵子 因为川普严厉执法 已经造成很多城市抗议ICE的强悍执法的时候 今天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缴了孙安佐的保金之后 他不是出来 他直接已经被取消F1签证的时候 他是会被关到ICE底下的联邦移民间 那里就是龙蛇杂虫 跟这一个周监狱 典狱长还可以网开一面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孙鹏跟丁一家 现在真的面临很大的危机 不要小看现在的危险 是 杨大哥 你觉得这个孩子 包括这个家庭 发生了什么问题 来 怎么看 当然我真的有点感同身受 因为三年前 我一个亲戚的小孩 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本人也在美国 面临过这样的问题 我这要提起所有 可能要到美国旅行 可能要到美国去念书的 你一定要了解美国这个国家 刚才 刘老师讲了两个例子 都是可以给各位做参考的 Michael Moore Michael Moore这位导演 最有名的电影叫《华士911》 你如果看《华士911》 他会强调你 美国这个国家是被军火商控制的 第二个 他讲到Brady Tom Brady Tom Brady是在1981年 有一个兇手叫Henry Shinkley 在洛杉矶近距离枪杀总统 几乎打死了一根 把一个新闻秘书叫Tom Brady 脑袋打成残废 可是各位 你们相信吗 共和党执政12年 对枪支不管制 后来所谓的Brady Act 是在克林顿任内 把他通过的 而且不是不能买枪 他是说有精神病患的 你要观察一个礼拜 我必须要跟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 美国买枪的方便性可怕到什么程度 你18岁不能买酒 你18岁可以买枪 你18岁不能进赌场 你18岁可以买枪 在超级市场 卖鲜奶的旁边 就挂的枪支 你去买Nike球鞋 后面Big Fire 他就卖突击步枪 美国买枪的地方 比买汉堡的地方还多 美国人口不过三亿 他现在合法登记的枪支 超过三亿两千万支 为什么 因为他被一个团体 而这个团体跟共和党 刚好关系又很密切 这也是我非常担心 所谓的孙安佐 他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因为现在刚好川普执政 你记不记得 最近美国发生的越战以来 最大的一个游行 他们上面的标语就叫做 National Life Association Stop Killing Our Kids 还有讲NRA 这个国家来福江协会 这个已经将近 美国最强大的组织 你们不能再杀我的孩子 去年 美国有个网站 叫National Priority Project 他专门公布 美国军事团体 军火商的游说 川普接受 National Life Association 一千一百万的政治现金 另外还一千九百万 政治现金 他是拿来攻击希拉蕊 他们你知道各位 小心你知道 National Life Association 做广告是怎么做法 他说你们尽量大量的买枪 因为防止坏人买枪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好人拥有 更好的枪和更多的枪 所以这也是川普 在佛罗里达州 发生枪击案之后 他第一个反应 不是进枪 他说以后我们老师 带枪 带更好的枪 所以National Life Association 就是美国的 类似的一个地下总统 几乎共和党 大部分都接受 他的军演 经济的援助 和政治现金 所以今天 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最担心的 他要找戴罪羔羊 讲到这个案子 戴罪羔羊 什么意思 戴罪羔羊 我觉得两个 大家血淋淋淋 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恐怖 我念大学的时候 发生一个事情 我像一查一查出来 1981年的时候 各位还记得 当时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的副高一 Japan is number one 说日本是最棒的 日本的汽车工业 把美国整个打垮 1982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个叫成果人 1982年 我念大学的时候 大师的时候 一个成果人 在底特律 一个POP里面 1982年 六月我记得很清楚 他干嘛呢 被两个白人父子 认为他是日本人 你们的汽车工业 因为坦白讲 人家分不清 你是日本人 韩国人 美国人 什么亚洲人 两个白人父子 把他在餐厅里面 活活打死 说你们这些日本人 亚裔的 把我的工作抢走 小军你相不相信 最后的判决是什么 检察官不出庭 证人没出庭 最后两个白人 打死成果人 3780美金罚款 三年缓刑 直到八年后 拍了一部电影 1989年 拍一部成果人的 纪录片 美国 所有要去美国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 我几乎年年去美国 美国一定要记得 一个原则 它是有种族歧视的 racial discrimination 你一定要记得 几个字 否则的话 你到时候就面临 这个问题 我在几个到那 大家可能都忘掉的例子 小军 我们常常讲 德国纳粹有集中营 美国也有集中营 大家可能都忘了 因为美国人 不愿谈这样的意思 美国的二次大战 1941年 灯珠港事件爆发之后 它同时有三个国家 跟它宣战 周西国的是 意大利的法西斯 德国的纳粹 和日本军国主义 它没有对白人的 意大利人抓起来 没有对白的 德国人抓起来 它把所有日本人 全部关起来 关到集中营 即使你在日本 你在美国是好几代 几万日本人 被关进集中营 带队羔羊 你有什么罗斯福总统 为什么不早点 跟他拍战 那孙安佐 现在事件发展到现在 我必须提醒大家 这个事情 我觉得 他需要带队羔羊 因为 刚刚发售了 佛州的高雄枪击事件 两个礼拜前 整个华盛顿 举行了一个最大的游戏 而且 小军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宋安佐是因为完全 这是无知吗 真的是一个军事迷吗 我觉得 他真的没有要策划 警方所担心 有什么重大的攻击行动吗 我觉得 我说得很坦白 当然或许 我是站在天下父母心的立场 出场开脱 因为18岁以上 你是可以买枪支的 当然他是一个学生 而且是一个移民 所以他没有办法买枪支 否则的话 就像黎昌宇讲的 你没有枪支 你一个拼凑的枪支 90手枪 是没有办法射AR-15的 手零手枪 你是没有办法射 所谓的任何一件 所谓的 不管你散弹枪也好 或是AK-47的步枪 你用这个方式 就像我说的 我最担心的 就是刚好 我们现在也要枪支管制 全美国反对NRA的时候 小军你知道吗 Pansylvania 他现在犯的犯罪这个州 宾州 是川普赢得非常精简的 就是所谓的摇摆州 川普在上次 跟吸大嘴只差了7万票 48%对47% 然后他把宾州的 20张选举人票 全部拿走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本人 包括这个地方 以共和党为主的 都不希望开罪NRA 以其开罪NRA说 管制枪支 从18岁变成21岁 我干脆找到一个亚洲人 小军你知道吗 打死亚洲人问题不大 就像成果人一样 你打死非洲人 就出大事情了 快吃完 还是会打死亚洲人